大家好,我是斯蒂粉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聊到了从古代的 通信基本课后 到我们现在的 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以及 我们计算机 发信息到另外一台计算机 整个过程是怎样的 我们还学习了一些 Warshock这个抓包工具的一些 基本使用 那么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会设定一个场景 分别有主角入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我们主要会讲到两个主角 第一个女一号TCPR 第二个女二号 UDP 那么我们设定的这个场景是什么 就是OSI7层模型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中说到的一个模型 就是 TCPIP协议族的一个4层模型 在这里我将 OSI7层模型和 我们的TCPIP协议族 这个4层模型 对应起来 我们通常去描述 网络协议呢 主要是用的这个 OSI7层模型 那么后来呢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实际的开发过程中 有一些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 主要呢 就是我们这个 OSI7层模型 上面的三层 应用层 表示层 和绘画层 其实在下面的这几层 我们是相似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的 OSI7层模型里面的传输层 对应我们的这个 4层模型里面 它也是传输层 那对网络层 在我们4层模型里面 它也叫网络层 只不过呢 我们在4层模型里面 把数据 念度层和物理层 合到一起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把上面三层 应用层 表示层 和绘画层 来合成我们的应用层呢 其实我们在上 节课中已经提到的 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应用层中 不关心下面的通信细节 而在我们下面的 这个协议站中 它通常是内核提供 那么我们只关心通信细节 而不需要知道我们上面的 应用进程的这个 它的应用细节是怎样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合成了一层 这里面包含有 Web服务器 Web客户端 相交代器 还有FTP 还有TiNet 等等这些协议 那么我们 现在 接下来 就是TCP和 UDP 两个主角入场 那么第1个主角 就是TCP 我们在传输层中 会用到这个TCP 还有另外一个 UDP协议 它通常会给我们提供 一种服务 也就是我们应用层 直接调用它提供的接口 来进行 通信 那么我们 究竟怎么用它进行通信呢 就是用这个 缩击套节字 在我们的应用层中通过 创建这样一个缩击套节字呢 来将我们的数据插入到我们的协议站 这样子就能够发送出去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么这个场景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描述一下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 我们的TCP 和UDP协议 那么在我们的传输层中呢 主要是TCP和UDP这两个协议 我们通常的应用层中的 一些东西 一些软件 一些协议啊 等等 都是来调用TCP和UDP 那么为什么 我在这中间有一个空 那就是因为 我们在应用层中 可以直接越过 传输层直接抵达我们的IP层 那么通过我们的IPv4 或者是我们的IPv6 直接去发送数据 甚至我们可以去操纵 我们的设备驱动程序 这一层里面的一些 相关的麦克地址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说到 直接越过传输层 来进行 IP协议 这一层的操作 的课程中呢 会涉及到这些 主要讲的就是原始套层字 我在第一届课中已经提到了 那么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 女一号TCP和女二号UDP出场 那么场景设定完毕 我们的主角也出场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要聊一聊 TCP是什么 那UDP又是什么呢 通常呢 我们TCP叫 传输控制协议 那么它定义的是一种什么呢 主要就是 面向连接的 稳定的 可靠的 这样一个字节牛服务 是全双功的 那么它提供的是一种 字节牛的服务 那为什么叫字节牛呢 啊 当然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方法 当我遇到一个 不懂的问题 那我就直接就问出为什么 然后再去找答案 那为什么叫字节牛呢 它其实就是 我们用户进程里面 发送的数据 当我们到达TCP 这一层传输层之后 它会 给每一个字节 编上序号 然后再将我们的这个每个字节 当我把我们的数据分节分组发出去之后 到达对端 那么对端就会根据这个序号来进行重新排序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保证我们传输的数据 是稳定的 可靠的 那么UDP是什么呢 UDP它是一种用户数据报协议 也就是说 我们 只是发送一个报文出去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 无连接的协议 不像我们的TCP 它是面向连接的 它是建立有一个连接 那么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呢 TCP就好比我们的打电话 首先我拿开手机 拨通号码 当对方接听之后 那我们两个就可以一直 这样畅通无主的说话 而不会担心这个连接断开 也不是不担心 就是说 我们在保持这样一种连接 在对话 那么UDP呢 就好比我们平常的发短信 把我们的短信发出去之后 我不在乎他到底有没有到 就好比我给我朋友去发个短信 我说今天晚上吃饭 那么他晚上到底来不来 晚上我还是要吃饭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主角介绍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来看看我们的 第1个场景是什么 第1个场景呢就是TCP编程模型 那么我们首先讲TCP TCP它的编程模型 说到这个模型 其实就是说我们通常会有 这样一个 函数 或者是有这样一个模块 来建立我们的通信链接 不管是在哪一个网络编程中 它都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 那么在上节课中我们说到了 我们的通信呢 是端与端之间进行通信 首先我们看看 一个端 到另外一个端 他们是怎么通信 在我们的编程中呢 我们实际要给他去做些什么工作 他才能够通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例子 获取时间服务 也就是说我在我的服务器中 有这样一个服务存在 那么我通过我的客户端 去连接我的服务器 这样呢 我可以获取到我服务器端的时间 通常 我们会有公共的时间服务器 它的端口号是13 在这里呢 我们会假定一个 另外的端口 尽量不要冲突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客户端 首先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客户端的 软件框图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肯定是第1个从梦函数开始 然后创建一个套节字 然后再去连接我们的客户端 就是这样一个牛程 所有的客户端 都是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在我们连接好我们的客户端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由我们自己定义了 那么首先呢 看这里 我们创建一个IPv4的 字节牛套节字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样一个 套节字 它是基于TCP的 对不对 刚刚我说了TCP它是基于字节牛的 这样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现在创建好套节字之后 再连接到我们的IP地址 我们的服务器的IP地址 108 127这个localhost的这样一个IP地址 那么我们甲进它的端口号呢 是4个8 在这样一个 服务 那么接下来呢 当我们连接好之后 我们可以发送一个数据到我们的服务 等等其他的一些操作 用完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套节字关闭 那么在我们这个获取时间服务的 这样一个客户端中呢 我们直接连上服务器之后 就从服务器读取时间 然后读取完了之后 关闭我们的套节字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们 写代码 我们看看 我们的这个模型 该怎么写 那么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 我们写代码就非常容易了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 木录 创建这样 makedear time client 这样一个木录 那我们到这个client木录下去干什么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touch connect nc 好 那我们现在用 我们的 UltraEdit 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的UltraEdit打开 这是我服务器的IP地址 那么这里呢 我使用了我们的三把服务器 来进行我们Windows和Ninux之间的文件共享 那么到我们这里面 刚刚是在这个木录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开始写代码 那么首先 我们通常写代码的思路是什么呢 首先把孟含着下 然后就是投文件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因为写网络编程 通常会遇到很多共同的投文件 那么我呢把它保存到同一个 投文件中 所以呢我们 只要 包含了 这样的一个 投文件 通常我们就可以 节省很多工作 那我们的投文件的名字是什么 Socket Inclode.h 那么看看我们刚才 那么看看我们刚才的思路 首先是曼哈族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Socket 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基于IPv4的字节牛的套节字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一个编程思路的训练 那么这一段代码呢主要就是创建套节字 那么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套节字 那么必须得首先要 建立这样一个变量 来存储我们的套节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ocket的函数 Fenet表示是IPv4 它的协议组 那么这个SocketStream呢 表示创建的是我们TCP的一个字节牛的这样一个套节字 后面的是协议号 那么这个函数呢在我们 接下来的课程中会有更加详细的解释 在这里呢我们主要 先通过一小段代码 来 找到 一些感觉 对网络编程的一些感觉 有一个大体的印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会逐渐的把一些 网络协议或者是网络编程里面一些基本的概念引出来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我们创建好套节字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去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要用connect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好 我们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这里有connect 那么我们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第1个参数是 我们的套节字 通过我们这个套节字插入到内核 然后我们的connect也会 去伸入到内核 去进行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首先呢 我们肯定要知道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号等等 这些对吧 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 存储我们IPv4的 地址的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将这样一个变量参数呢 传给我们的 connect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b0 先将我们的这个变量 请你 那么为什么我要用b0 而不用我们的这个memor set 等等这些函数呢 它其实是比memor set 等等这些函数要更安全 这个意思 那么当我们b0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绑定我们的IP地址 和端口号 接下来呢就是 将我们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设置到这个 结构里面去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结构传给我们的 connect的函数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连接我们这样一个服务器了 编程思路就是这样 那么通常呢 我们会对 调用的这些函数进行出错处理 万一你这个PC不支持这样一个 套鞋子呢 或者说我们的枪数设备还没有移植网络功能呢 等等这些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错 也许是我们底层通信协议的错误 也许是其他的错误 如果出错呢 我们就要返回 在我们的整个编程的过程中呢 通常 我们想要我们的代码见状 那必须就是有容错处理 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 那么这里有个函数 通过我们的 Innet Dread 将我们的以字符串 的这样一个IP地址 转换成我们网络所需要的这样一个IP地址 那么 这个函数呢 在今后我们会 专门讲到 这里提一下我们的IP地址的一个 表达方法 通常呢 我们的IP地址 我们看到的IP地址 是像我这样写出来的 127.0.0.1 它是一个 点分实进制的这样一个表示方法 实际上在我们的网络中传输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协议中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无符号的 整形数据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函数 H2NS 主要就是我们的 这个H是host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的主机 to net S表示short 那么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函数呢 就 将我们的这个端口号 转换成我们网络能识别的两个字节的数据 这里呢 我会提到一个 字节序的概念 当然了这个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会提到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先进行这个思维的这样一个训练 然后我们连接我们的服务器 那么连接好我们的服务器之后干什么呢 看这里 我们直接去读取服务器上的时间 read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read 去调用 read它会返回一个 字节 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读了多少字节 现在定一个编较 byte 等于read 那么我们就通过sorkfd 去读这样一个 数据 把它存到buff缓存中 然后读多少字节 假设我这里定义的是100个字节 那么我现在定一个 定义这样一个数组 来接收我们读到的数据 那么我们读数据 那么这个函数也有可能出错 byte byte 那么我们还定一个编较来接收我们的数据 接收我们读了多少字节 那如果它小于你呢 那当然是出错 我们返回是不是 我们打印一个值 error 那么error它是readerror readfield 通过这样呢 我们将它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return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网络中断了 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 读回来的字节数是0 那么我们要判断一下进行处理 如果0 等于byte 那么我们表示服务器中断此连接 我们表示server close的 connection 换好 那么我们返回 那么我们读到了这个字节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是打印 看看我们从服务器中读到了什么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读到的是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time 通过字符串打印出来 那么读到的是buff 我们读到的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调试程序 还需要去看一下它到底读回来的多少字节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read byte 多少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通常调用完了之后还要将我们的套节字close 要不然 要不然 那么这个套节字就会一直被我们的内核占用 而不能使用 而不能继续使用 那么当我们的 这个套节字一旦达到极限 那么就它就再也不能创建套节字了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好 我们写完了代码之后编译一下 我们在这里 编译一下 通过我们的GNU的GCC来进行编译 这样编译 那么这里有些什么问题呢 这个文件 刚刚这个文件没拷贝进去 好 好 那么编译 serve address unknown Socket in node 那么我刚刚拷贝的这个文件是Socket in nodes 加个S 那么这里接下来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不兼容的类型 看一下 B0 这里应该传指证 那么我们通常结构的传击方法呢 不管是我们自己写的函数 还是调用我们 内核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接口函数呢 都会 用到指针 通过指针 你看在我们的行餐中 它指针只占四个字节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要传一个结构的话 肯定不止四个字节对吧 好我们再编译一下 好当我们编译完了之后 在这里我已经启动好了 我们的这个时间服务器的程序 那么现在来执行一下client 它是不是读到了25个字节 然后打印了我们的时间 是2015年 这个9点50 4月31号 5月31号 那么呢 我们从这样一个小小的逆子中 亏得了我们的这个 TCP 在这场戏中 它客户端在做什么 它的这样一个变成的sno是什么 那么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程序中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地方存在疑问的 比如说它为什么要用这个 socket.dry 这样一个地址 还有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转换成网络字节序 等等这些 还有我们的这个协议组 这些函数 这些结构 等等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会一一介绍 大家先跟着我把这样一个代码 熟悉 好 那这几课先到这里